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家里一直是做豆腐 从小就听到磨的那个滋滋的声音长大的 因为家里特别穷嘛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那一种 早上大概是两点多钟就开始 起来就磨豆腐 亮点色 原来就是用挑拿个扁蛋桶 就上山去挑 我当然 reg客户 那三路也不好走嘛 也挺远的 可能一天也就挑个一两桶 然后挑回来只能做豆腐去卖 一斤豆子换五块豆腐 然后豆子又重复的又做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钱 因为当时人就值得在家里 就种了一亩三分地 而且就交通也不方便 没什么交通 有东西你都运不出去 村民特别的穷 我们做的那个房子 只要是下雨没有不漏的雨 这到处都是盆子接水 一件衣服可能要穿个七年 那时候看到别人穿新衣服 特别的像 但是又不敢说出来 也不敢给母亲和父亲表达 当时我心里在想 这个钱我还是自己要想办法 通过劳动来索取来兑换 2009年开始 因为有两个小孩了 所以压力也挺大的 而自己还是要想自己的一个出路 那可能还是我父亲的那个手艺 就是以豆腐为主 也是有偶尔的一次机会嘛 长沙的一个住村干部过来了 他就说有这个机会 我们去参加那个龙博会 就是2012年的时候 我和爸爸妈妈 还有我姐姐我二人 准备了一个星期的一个产品 还有那个干豆腐水豆腐 都拖到长沙去了 但是没想到的就是说 我们一个上午就把一个星期的东西全部都卖完 从那时候我就感觉到 我们这个豆腐做起来 这个对社会的一个反响还挺大了 2015年吧 那时候就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聊到 哎呀我们这个车地里的环境还是挺好的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农民春晚 顺便也把我们的翠也宣传出去了 当时候我们要做的时候 别人都很不相信 挺不相信 你们几个乡村 老百姓还能做出一个春晚来 他绝对不可能的 是本来是七八个人 做到最后我们只有三个人了 资金也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就是天天跑天天借 社会给我们支撑了两万块钱 差不多错了三万八千块钱 才能把这个事情完成好 那天的人是特别的多 人善人喊 一百面穀 白骨齐鸣 还有豆腐烟翅 非常的壮观 那个影响特别大 所以到时候 我们艾哲的一个书记就跟我说 他说 新疆你要把这个产业 要把它做起来 有政府在支持你 2014年政策特别好 就有那个分贷统还 就小爱资金贷款 每户带了五万块钱 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做豆腐 得到了20户的老百姓 那支持 我就跟他们说 如何有劳力的 在我这边来做事 年纪比较大的 你们就家里种豆子 主要他就说他们有豆子 然后就全部都送到我合作社里面 做了个三年 每年给他们分红 一年给他们分八万 那时候就是豆腐就是供不应求 每天就是说做个实际想法 那时候就是也挺困难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豆腐 要送出去的话 它是挺难的 因为没有桥啊 把豆腐必须要背 背大概要走个十公里 才能背到那个马路边 所以有一次我的一个舅妈背起豆腐的时候了 刚好才涨好大的水 脚不小心就打滑了 半只脚全部都下碎了 最后她是爬 抓了一个稻草 慢慢地爬起来 当时候那个豆腐已经被水冲走了 对我来说 我感觉的就是说 对我的震撼特别的大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坐在我的那个垫子里面 就商量了这个事情 不行 我们还是要把个路要铺一下 你铺好了 我们自己老百姓也可以走了 而且外面的客人也可以走过来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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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和老百姓一起 就是全部都是出工 政府里面也争取了一些资金 修了一条路 人至少走路 他不会打滑了 也不会摔脚了 所以现在条件 几乎比原来的好得多 原来都是挑水嘛 现在就是说 家家户户都通自来水 泉水直接可以移到家里来了 你这些可以吗 拿着打扣呢 我今天是 来大厨 可以吃起来 原来的村子 感觉就挺安静的 现在这个不一样了 会感觉现在这个村子挺热热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一个曙光 也看到了一个太阳 明天地 这些团队 和这些团队 有什么事 这些团队 我真的没有在家里的 他一直在被宰 Melanie 把自己费yl托一下 那是 叫便的 也一直在 那是 我们的 也就有一个 只能吃一样 看着,